电影鱼的与你解忧 就在这时 一栋别墅出现在杰克眼前 别墅的周围种满了鲜花和瓜果 延然就是一个世外桃源 走进别墅一个人都没有 貌似没人在这生活 来到后院后 杰克终于看见了一位正在打电话的妹子 这位妹子叫做艾玛 她和杰克一样 因为迷路后无意间走到这里的 互相认识后 艾玛问杰克 你的手机有信号吗 杰克表示没有 接着他们在别墅周围逛了一圈 发现这栋别墅几乎与外界隔绝 因为这里没有信号 没有自然水 也没有电 他们试着走出这片树林 可无论怎么走 最后都回到了原地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杰克和艾玛只好住进了别墅 晚上 杰克和艾玛坐在病毒前 聊着彼此的工作和家人 艾玛有一个未婚夫 而杰克还是单身 随后 艾玛发现衣帽间的衣服 都是自己的尺寸 而男装也正是杰克的尺寸 夜市半皇找不到出去的方法 杰克和艾玛也只能住在这里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他们俩渐渐喜欢上了对方 这晚 艾玛将自己的钱包和证件扔进了壁炉 因为艾玛想和未婚夫告别 和杰克开始新生活 杰克犹豫了一会儿 最终也将钱包手表扔进了壁炉 这天之后 杰克和艾玛过上了 世外桃源般的隐居生活 直到有一天 一位短发妹冲进了后院 可能好久没有见到其他人了 艾玛被吓坏了 短发妹是一位赛车手 比赛的时候不小心撞到了湖南 然后就被摔到了这里 刚说完短发妹的手机响了 看着短发妹和她的朋友通着电话 艾玛和杰克非常诧异 短发妹的手机为什么有信号呢 第二天艾玛在花园种花 短发妹拿着手机问艾玛 你要不要跟家人联系 艾玛表示不用了 短发妹却说 你的未婚夫也不联系吗 艾玛很生气 杰克居然把自己的私事告诉给了短发妹 这天短发妹跟杰克了起能难求的事 短发妹说自己非常喜欢球星比利 一听到比利 杰克顿时就来了兴致 因为杰克本来要和比利签约的 现在杰克被困在这里 也不知道比利有没有和其他经纪人签约 晚上艾玛和杰克好好谈了谈 因为艾玛看得出来 杰克想用短发妹的手机了解外界的情况 艾玛希望杰克不要这么做 因为这栋别墅是属于我们的 如果你使用了手机 那就意味着你会回到原来的世界 次日 杰克和艾玛正在下棋 而短发妹坐在一旁用手机收听着蓝球直播 因为艾玛就坐在对面 杰克强忍着没有接电话 到了下午 杰克实在忍不住了 接了短发妹的手机 并拨打了球星比利的电话 电话刚拨通 窗外开始电闪雷鸣 紧接着手机就断线了 看到杰克使用了短发妹的手机 艾玛非常失望 而短发妹却笑着说 你们放不下你们的过去 所以你们无法在这生活 说完一道闪电 带走了杰克和艾玛 画面一转 杰克回到了公路 杰克准备叫拖车 却发现手机不见了 杰克准备找旁边的司机 借手机用一用 却发现里面是艾玛和他的未婚夫 艾玛说我的手机也不见了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电影云乐 云里简优 下次再见